江南造船厂造大船的龙门调 每次位置不一样 西装码头逐渐成型 好日子能不快乐吗 分析指出 两款舰载机铁定上003航母 003型航空母舰 关于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 江二十上舰还是FC31上舰的争论 在社交媒体差不多已经开始消停了 因为无论热情的军事观察人士怎么争吵 结果就在那里 不会改变 只要近代咱们的第二艘国产航母 装配下水西装服役就行 从社交媒体最新的照片看 江南船厂显得非常忙 几乎每一次看到的新图片 都显示出江南船厂建造大船船物上的 龙门调位置都不一样 分段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紧凑 比较下4月到5月的卫星图片 还有新发现 那就是建造大船前面的港池出现了新变化 一次西装用的码头已经建造成型 一边在装配分段 一边在建造西装码头 这样并行的工程安排 显示工作在有序的推进 西装码头都已经逐渐成型 好日子能不快了吗 003型航母几乎没有争议的技术特征 包括了几点 直通甲板 电磁弹射系统 8万吨以上排水量 搭载50架以上战斗机 动力系统和海四代隐身战机的争论比较大 动力系统等舰到安装就会明了 明确哪款海四代估计等待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因为即使003型航母在今年下水 海四代舰载机上舰最快也要等到2022年 但有两款舰载机是铁定会上舰 那就是歼15和教练10 歼15是重型舰载机 载带量大 在直通甲板电磁弹射系统的支持下 满载会极大的提升战斗力 即使海四代研发出来了 歼15在新航母上铁定会有一席之地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 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歼15的电磁弹射版本 该型舰载机引发 一是为了在陆基测试电磁弹射系统 二是新航母以服役就有技术成熟的舰载机 毕竟到目前为止 海四代还没有出现 歼15上舰是最稳妥的选择 教练10上舰也是铁定的 海军已经购置了不少教练10 而教练10装备有先进的航电系统 不仅能培养歼15 歼16等三代半战机飞行员 也可以培养歼20 FC3E四代机的飞行员 是我军现役最先进的教练机 教练10结束了海军 没有专门的航母近载教练机的历史 飞行员不用一开始 就飞歼15练习着剑起飞了